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我想請問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現代人生活忙碌壓力大 腹痛往往是家常便飯 但你有想過 痛的地方竟隱藏可怕危機嗎 就讓今天的好辣醫師團 來告訴你 今天也邀請到三位藝人 來分享自身的經驗哦 我們常常會有肚子痛的時候呢 可是常常搞不清楚 但也很難判斷到底哪裡出問題 你到底是左邊痛還是右邊痛 要告訴大家 來第一個 急性右膚痛 如果右邊的話 可能小心急性肝炎 盲腸炎 十二指腸潰癢 肚子痛一般來講是比較難定位的啦 其實原因有兩個啦 一個因為是肚子它裡面那個痛 覺得瘦氣比較少啦 所以通常一般來講 除非發炎的很嚴重 要不然你不大會感覺會痛 他們只會悶悶的 而且很難去定位 可是等到它一旦變嚴重的時候 它吃到外面的腹膜的時候有沒有 就跟你提表的是一樣 就跟你平常看到一樣 哪裡痛就是哪邊的問題啦 所以剛剛瓜哥在講 我們先看到右邊的腹部痛嘛 其實我們最常見的急症 大概就是這幾個啦 右邊有哪個 右上方有肝臟嘛 底下膽囊嘛 在過去的地方就有奢侈腸 在旁邊一點有胰臟的頭部 這幾個地方都是常常 我們常常看到急性腹痛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右下腹還有一個盲腸 但是那個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身為一個那個品德極度高尚的外科醫師 因為本來就只有高尚 我們就是極度高尚 好 現在江醫師 你是說哪一位 我 本人啦 如果只會這樣子的話 那就太low 因為如果你等到腹痛到這個程度 其實你只要痛哪裡就是哪裡 幾乎都是這樣子 跟你外面提表的這種一樣 給各位一點點觀念 就是在急性腹痛前面的一點點的悶痛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知道你大概是哪裡出問題 還是可以的 其實可以看這個地方 其實你看上面這幾個器官 一直到舌子長之前 它一開始會痛哪裡 它一開始會痛 劍凸底下一直到肚臟上 就是那個 劍凸底下 劍凸一下到肚臍的 劍凸 劍凸喔 劍凸一下到肚臍的中間 到肚臍的中間 第三個的酬 第三個的酬 等一下 我想控制我 你才 bist真的 沒有控制我 沒控制我 如果今天你是小腸 小腸痛 一直到那個 橫節腸的這個一半的地方有沒有 你如果是這個地方在發炎的話 一開始的痛是在肚臍周圍 肚臍周圍 如果是在橫節腸底下的話 一開始的痛是在肚臍下 這是跟你胚胎發育是有關係的 其實我們之前的案例就是這樣 其實你從他一開始痛哪裡 最後變成大痛是哪裡 你大概就知道是他在什麼位置了 之前就有一個年輕人 二十幾歲 他因為常常是一個運動員 所以他肌腱常常在發炎 他整天都在吃止痛藥 他其實這幾天開始就開始肚子 上腹就一直悶悶的痛 他覺得有點悶悶的痛 那一天晚上他運動完回家之後 吃完飯之後他就想說有點累去睡覺 睡到一半被痛醒 肚子整個大痛 就在右上腹的地方整個大痛 他到計程室的時候照一照一照一照光 他們那肚子裡面有空氣 那我們叫做自由空氣 因為理論上肚子裡面是可以有空氣的 但是那個空氣是不自由的 所謂不自由就是 他一定是在腸胃道裡面 所以他不能亂跑的 所以一旦腸胃道有破洞的時候 他一跑出來就叫做自由空氣 就可以到處跑 所以肚氣味道怎麼樣 有點臭 所以他後來那個病然後因為 我去幫他病人做那個 就是我們一開始要幫他病人做那個促整 對不對 那種因為那種他其實是肚子裡面 脹氣已經破掉了 所以他會有自由空氣跑出來 所以病人就會腹膜炎 就會常常講那個肚子 就會像木板一樣 非常非常的痛 他在計程室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他根本就沒辦法躺在床上 因為他整個很痛 他一定是彎腰的 他都是打了一針止痛針之後有沒有 他才可以這樣躺在那邊 腹膜炎 對 就是腹膜炎 我去摸他肚子一壓嘛 就很痛嘛 那病人就馬上講了一個三字經就罵出來 所以我非常非常痛 他就哇 你突然間就壓他很痛嘛 因為我本來說一摸我就知道 可是因為他罵我三字經 所以我就在壓了兩下 結果我竟然去開刀 他就是常見的手指腎潰瘍 他就是常常在吃紫燈膠 因為他常常在肌腱發炎 所以他常常在吃紫燈膠 吃到那個潰瘍破掉 所以他其實整個 都符合我們講的那個原理 他一開始就是上腹悶悶的痛 然後後來整個破痛就直接在右上腹的痛 對 其實在這個地方 你真的不知道到底哪裡出了問題耶 最常見的那個 就是盲腸眼 右下腹痛嘛 大家都知道 可是為什麼你有沒有常常聽到說 那些小朋友的盲腸炎常常誤診 或者是小朋友的盲腸炎常常到醫院的時候 都已經破掉的那個 其實這不能怪那些小科醫師 或是怪外面那科醫師 為什麼 剛才有提到說 這個地方是哪裡的 剛才有講說小腸一直到這段 一開始痛是痛哪裡 痛肚臍 痛肚臍 對 肚臍大家 你覺得肚臍再痛 你一開始你會覺得是什麼 腸胃炎 對啊 其實我們都是這樣 那時候有一個 那個國小才四年級的小朋友 送完我們急診室的時候 整個肚子都已經是 我們做電腦段 我們一看就知道是盲腸炎炎 結果幫他開進去的時候 當然本來是可以用腹腸鏡開的 可是因為他實在太嚴重了 就知道直接進去 因為他要洗肚子嘛 就變成他才十歲 就留下一個很大的刀把 那時候我們就問他媽媽說 你為什麼這麼嚴重 才把這個弟弟帶過來 其實他之前已經去 外面的胃腸科已經看過兩次 一開始都說是腸胃炎 他就是先痛這個 所以就是這樣 盲腸炎一開始發炎的時候 根據我們剛才原則 從小腸一直到這一段的大腸 一開始痛就是痛哪裡 痛肚臍 所以大家都覺得是腸胃炎 他也吃了兩天藥 是 是那一天在家裡 覺得實在是受不了 那個弟弟跟媽媽說 越來越痛 還發燒 才送我們這邊來 上一次我見到羅時豐啊 他有開過那個盲腸炎 對 他是這樣子 他拉給我看 他說之前就是 開個十字 你問是什麼關係 要怎麼拉給我看 因為他那一陣子 他就說他都沒有出來表演 我就關心他 你為什麼沒有出來表演 這樣子 他不只盲腸 他好像有大腸 對 也是都是這樣 然後開了 給我看 你說彩 他說彩毛你看 我是整個開刀 而且是這樣子 直字型 很大的刀 極性腹痛到最後很嚴重的時候 都是可以定位 一定可以定位 哪裡痛就是哪裡有問題 只是在這之前 比較輕微的時候 你可能要有點警覺 就是大部分 上面的器官就是痛 肚臍上 一直到胸部的瘀下 如果是小腸 一直到大腸的一半 大概就是痛肚臍 這邊開始就是痛下腹部 身為一個品格高尚的醫師 要對極度品格高尚的胃科醫師 輸我們一點 對 智商敬意 當然還有一個超高尚的 就是急診科醫師 因為這些所有疾病 其實腹痛 通常都會到急診科去 因為小腹痛 多數人會忍著 忍著忍著 到嚴重 通常是撈到急診科的頭上 那如果那麼容易判別 我們就 腹痛就不用寫 這麼厚一本書 而且就 不會那麼多網路上 謠傳是誤診 其實不是 因為每個疾病它有變化 我們婦產科比較特別 因為當有腹痛 該檢查 該做X光 該做電腦斷層 大概就去做 可是 對啊 怎麼辦 不行 X光不能自己講到 其實懷孕是可以做的 可是每個媽媽 懷孕的X光是可以做的 可是每個媽媽只要問一句話 這以後會不會對寶寶 造成影響 對 對 我每次都回答他 另外一個X光的暴露 其實標準答案是 8到15週的暴露 才會有一點影響 另外還有跟它暴露的量有關係 所以老實講 如果 第二個如果害怕 其實可以做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就沒有X光的 對 那我今天分享一個故事 其實我們婦產科 常遇到的是什麼呢 我曾經有兩個個案 一個就是 懷孕 其實它 疑似盲腸炎 那懷孕的盲腸炎不好診斷 跟小兒科很像 因為懷孕的時候 因為荷爾蒙的影響 很多東西比較鬆弛 它對疼痛感會比較下降 所以它痛會怪怪的脹脹的 那第二個懷孕的時候 最重要是 子宮的高度本來在這邊 盲腸我們本來是在肚臍 跟右下的這個骨頭的 外三分之一左右 可是你要知道 子宮慢慢撐大的時候 會被它擠到旁邊去 對 所以一定要盲腸炎 我們高度懷疑就麻煩了 我們能做的事情 第一個先 能夠藥物治療 先藥物治療 盲腸炎不是每個大家想像 都一定要開刀開掉 是 所以我們就是會先藥物撐的 可是有時候撐到受不了 它還是疼痛 那我們就必須開刀 可是開刀更麻煩是 那要怎麼麻醉 對 所以孕婦割盲腸炎 有 很多 也很多 剛剛提到孕婦 如果有疑似盲腸炎 我們先藥物治療 但是如果藥物控制不好 該開刀 下一步就是一定要開 為什麼 你如果盲腸炎不處理 就像他講 它如果破掉 其實它不只那個敗血症的問題 第二個呢 它會刺激到子宮 這個子宮常常會不斷收縮 又發一些早產 生病毒相反而發炎 這不行 所以要先 我之前就有病人 其實它就硬拖硬拖 拖到後來真的破掉 只要開一個很大的傷口 那要不然一般孕婦的盲腸炎 它位置比較不一樣 它位置要更高一點點 那的確傷口會開大一點點 那我只能說該開的時候 就要開開 可是大家不要以為 孕婦的右上腹痛 就只有盲腸炎這個喔 我之前 還有別的 還有什麼 有啊 你肚子有什麼就可以長什麼 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其實他在懷孕出去 我就發現他 右側卵巢 有一個卵巢腫瘤 那個大概叫雞胎瘤 雞胎瘤它是一種先天的良性腫瘤 其實在懷孕期我們先放著 但是我們那時候 有跟他特別提到一個小狀況 如果這個腫瘤 扭轉了 軟巢 軟巢在兩側很像那個手這樣晃一晃去 可是如果扭轉了 扭住的時候血過不去 這個軟巢會壞死掉 其實會 非常沉痛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特別警告他 因為統計學上大概 四個多月到五個月要小心 果然這個病人在五個多月的時候 突然急性腹痛 痛了一整天沒有好 來到那個急診 他就是軟巢整個右邊扭轉 我們那時候很希望 他扭轉是不是可以卡住 稍微回來 可是觀察一天不行 而且 這種沉痛會誘發子宮收縮 摔子宮就一直在收縮 最後迫不得已 我們還是開刀進去 接下來開刀又麻煩了 我們要哪一種麻醉 哪一種手術方式 對啊 所以這個case我們後來選擇負腔鏡 但是是有點壓力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想 子宮這麼大擋在這邊 負腔鏡戳進去還有一個空間 所以後來我們是選擇用負腔鏡 負腔鏡手術 因為它會灌二氧化碳 有人如果去看書就知道二氧化碳 它會造成二氧化碳濃度比較高 其實對於懷孕的時候 比較沒那麼好 可是該處理就要處理 所以這個case我們後來 是勉強用負腔鏡開 其實他的 其他臉我們就幫他處理完 也就恢復得良好了 如果說你麻醉眼 真的沒有再早期把他開掉 就懷孕的人你打抗生素 結果後來他不好 他真的又延遲開刀 他真的破掉的時候有沒有 變成腹膜眼的時候 你的小孩子大概 對 所以反而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樣 一般會說 盲腸炎你今天在懷孕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更保守的治療 其實在我們外科裡面是相反的 反而是我有認為你是盲腸炎 我有大概百分之五六十的 把握絕對你是盲腸炎 我就會借你開刀 因為其實反而 我們在那個 那我現在來講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有一個大學生 他們就是畢業旅行去玩 他就開始到處亂吃 因為很開心 結果他就開始肚子痛 然後他沒有拉肚子 他的肚子痛 他一直以為 他是腸胃炎 因為他痛的地方就是在上腹這個地方 然後結果痛痛痛 越痛越痛 開始會痛到肚臍的周邊 然後他也有拉肚子也有吐 他覺得還是腸胃炎 但他太痛了 但是他又不想破壞氣氛 所以他第三天的時候 他去藥房買止痛藥 想要把他壓下去 結果第四天 第五天 他連走路都痛 連那個睡覺起來 彎個腰他都痛 然後坐遊覽車更是痛苦 如果說有顛簸的時候 震動的時候 哇他痛得不得了 而且他倒汗 所以後來 那個同學趕快跟老師講 老師就叫那個車子停在那個急人室 然後就讓他去急人室 結果發現他是 急性藍尾炎而且破掉了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開那三個小洞 他就是開一個大洞這樣子 那他那個時候痛就是整個下腹 尤其是在右下 所以我們在急診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看到一個 肚子痛的病人 他大概一定都說我胃痛 因為想說直覺覺得上腹就是胃 可是其實上腹痛 可以是很多其他病痛的前期 對 所以我們都不能講滿說 你是腸胃炎 你是什麼 我們都會說 你回去一定要觀察 如果他有變化你要再回來 其實你有時候真的運氣好 真的 你就馬上可以去醫院 有的運氣不好 嗯 你在拍戲的過程或幹嘛 你看多痛 這種痛起來真的要命 沒錯 而且這個年輕人他做了一個很錯的錯誤 就是他去藥房買止痛藥 止痛藥蓋住了他的痛 他其實很嚴重的 他把它蓋了 直通藥也製不了對不對 對 可是他蓋蓋蓋到後來真的 暫時 然後他就更嚴重 就破出去了 一直到他在車子上到 我先請教一下 現在醫術發達了 早期當然以前的人沒有能開刀 那他藍尾炎可以爛在裡面就爛了嗎 可以啊 有可能 很多人他藍尾炎 他一定很厲害 他破掉之後 他沒有 精神附魔炎 他那個包起來 他比較胖有沒有 有就不去包起來 所以他不能開到那邊 那可以運氣啊 對 就是賭命 有這種事 天啊 現在真的有人藍尾炎沒有開 那個藍尾炎不是一定要開刀 我正常說 你打抗生素 七八成在這一次還是壓得下來 但是這個只是暫時的 你以後會不會再復發 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要開掉 但是有一些人 他來的時候有沒有 來了第四天第五天 他只是悶悶的痛 可是你掉到那裡一做 他藍尾炎已經破掉 一包在那邊 他就是那個周圍的油 去把那個發炎東西全部都包起來 反而讓他發炎東西沒有散開 他反而不會附魔炎 他只會局部的 會痛而已 藍尾他在那個大腸的最末端的地方 他其實是很髒的東西 所以他如果吃穿了破掉了以後 可以想像那個大腸裡面 會有那個地方 菌落樹很高 長東西 就怕變成廣泛性的附魔炎 整個肚子都是髒的水這樣 你們說要用抗生素去壓他 那如果用酒精壓的話 因為酒精壓 酒精 沒用嗎 你一直喝酒嗎 對啊 因為有一次 酒精不會到這邊什麼消毒 因為有一次 因為有一次就是 我跟我們同學我們去唱歌 然後在場 大家吃喝得很開心 我們去唱歌唱很久 然後就出來 因為有時候就是酒過三群之後 就會有些人他想要裝醉 你知道嗎 他就在那邊開始就 很 但是我喜歡用這招 欸 旁邊有妹嗎 當然有妹啊 裝不要喝你知道嗎 所以我看到這種情況 我們想說 又要裝了 裝病不可能 直接把那個酒 直接灌 灌到他後來 他有點吐出來 然後有點受不了 然後看著他 一直壓著這個肚子 然後倒在地上 看著抱著看 我們才覺得說 好像不太對勁了 好像真的是出了什麼 真的在幹嘛 他們知道嘛 那時候真的以為說 他在那邊裝 想要躲酒嘛 就一直灌他 就灌到後來 他好像真的 真的好像不太行了 所以後來 本來想說他應該是肚子動 我幹嘛拉肚子 先放他在廁所裡面 可是看他半天裡面又不出來 然後也沒有動靜 結果後來進去看 他就整個坐在馬桶那邊 後來就把他 叫教護車子 把他送到醫院去 結果後來發現就是 我覺得喝酒的滿奇怪 勸人家喝酒的很奇怪 對啊 就是說你 我這個不舒服 然後你 啊 女兒 少喝啦 喝兩杯就好了 對啊 每個都是這種說法 就是你快樂不夠開心 你的器官也不開心 喝多一點就好了 對 都是這種說法 怕不盡興 因為你那時候年輕 對 結果送完一面就盡興了 我分享一個案例 我這個案例 他是一個做旅行社的朋友 大家好像在座幾位都認識他 大家都知道他非常認真 好可憐 工作幾乎是24小時 所以他是 肚子痛的一個典型的代表 他有 胃潰瘍 舌子腸潰瘍 然後今年年初檢查 大腸氣勢炎 所以他肚子上下左右 他都痛過 所以他也很習慣 跟肚子痛這個和平共存 那他五月底跟我們去義大利 對 去之前 其實他的幼腹都在痛 他說這沒什麼 這個 經經在痛 對啊 就正常的 然後去 然後通通 因為我們那天 早上去火山的時候 我看他已經整個臉都是白的 他還說 好 沒關係 海拔太高 然後你這樣 高山症 對 他說高山症 海拔太高 好 那個一下就好 晚上吃米其林餐廳 一口都吃不下 酒都喝不了 浪費 你是醫師應該可以忙 有 然後所以 其實前面幾天我們看他 我們已經覺得他不對勁 但是因為你旅行剛開始 大家一定都想說 就是能撐就要玩玩 對 對 然後他就說 這幾天就好了 胃潰瘍 他就自己說 但是我看他在幼腹不痛 而且 幼腹痛不對 而且他說他痛到背後去 然後我再問他 我說 你老實說 你健康檢查報告還有什麼 他說 我還有 胆囊結石 我說 胆囊結石嗎 那就是這個啦 對 我就說 那位置真的很像 我說你明天早上 就轉機回台灣 他還說沒關係 我明天早上再看看 結果早上五點 那個 櫃台就打電話 說你有一個朋友要送急診 救護車已經在門口 你在義大利怎麼急診啊 真的 在義大利 而且 而且 因為我們在義大利的 就是西西里島 那邊真的比較鄉下一點 所以他們其實英文也不好 我們真的是拿那個 手機的那個翻譯軟體 就是他們講義大利文 然後我們就看中文 然後我們再講中文 再翻義大利文 這樣子溝通 最後是又在那裡停一天 然後隔天轉 就是直接飛羅馬轉機回台灣 他跟著大家去這樣 每天這樣痛 好可以 痛到後來 回到台灣就馬上開刀了 對啊 整個膽就割掉了 是啊 對 所以我先講的 其實膽就有個特點就是 他除了右上腹會痛之外 他可以輻射到右邊的肩膀 痛到右背去 他可以痛到右背去 這是一個蠻特點的 就好像 就好像馬上言一般會先痛肚臍一樣 膽囊結實 有時候會先痛到背後去 所以我剛剛講 回到前面講的運氣 他就是運氣不好 對 你為什麼不在台灣就去割掉 你到底花那麼多錢 陪著大家去旅遊 義大利 又開刀 整個膽都拿掉了 很不合 其實他早就有徵兆了 他早就有了 但他就想說 因為他就太多肚子太多問題 他就想就是就 他就自我判斷 對 自己判斷 而且他平常應該就隨便吃一些 吃胃藥 吃胃藥 消炎藥 胃藥配麻辣鍋 都這樣 他又碰到朋友又愛喝 他不是會很猛的 又被大家逼得喝 換酒 而且右邊膽囊發言的時候 你吃什麼 不管你是喝還是吃東西 尤其吃很油膩的時候 你的膽囊發言會更痛 那我就有一個 也是差不多五十五歲左右的安德 他愛喝酒 不過他本身以前有膽結石 那一樣他也是痛 痛到後面他就一直撐著 撐著他怎麼做 他也不吃東西 但還是持續的痛 當然來我們醫院 那就看到說 他的膽 的確是有點脹脹的 而且有點腫 當時我們就趕快把它開刀開掉 一般膽囊發言你開完刀之後 膽囊拿掉 他其實應該就會好 可是這病呢 他沒有好 然後開完刀之後 還在那裡痛 就覺得狀況不太對 然後抽血 其實當時我就知道 他這些肝膽的指數都非常的高 然後後來去看他的肝臟 本來我們差不多在右翼中線 差不多十一公分左右 他已經腫到十五公分這麼大 所以最後我們診斷 他還是 肝發炎的痛 為什麼很奇怪 為什麼肝發炎 我們都說不會痛 但是因為這個病人 他的肝臟已經腫到非常的腫 那肝臟的外面有一層膜 這層膜上面有痛覺神經 所以當你很脹的時候 這層膜被撐開 這就好像你在吹氣球 吹到快破的那種感覺一樣 這時候你的肝臟還是會痛 這樣我們看到即興左腹痛 左邊痛要小心胃潰瘍 胃穿孔 還有結腸炎 你要看到左邊在哪裡 就是這邊嗎 中線在這邊 左邊在這邊 其實看到最大的這個器官是什麼 就是胃 你如果在胃發炎 或胃靜暖的時候 左邊就會即興腹痛 除了靜暖之後 還有一種就是胃穿孔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像大腸發炎 也會造成左邊的腹痛 就是我們常見兩個毛病 左邊痛大概就是胃發炎 跟大腸發炎 像胃發炎的話 其實更危險 如果說你是左邊的疼痛 其實我們今天就有一個病人 就是這樣 他才40幾歲 他來醫院的時候 其實已經腹膜炎了 左邊 主要是左上邊最痛 其實當時我們做一樣 我們一樣給他做X光 看起來就是有 那個自由攻擊在肚子裡面 但是那時候 因為他是左邊的腹痛 所以我們其實比較懷疑是 胃破掉 而不是懷疑舌子上破掉 因為舌子上破掉 他比較會偏右邊一點點 我們懷疑是左邊比較問題 但是不管是哪一個 都是要馬上開刀 所以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緊急開刀進去 結果發現他位置這個地方 真的跌個大腿 所以我們覺得很奇怪 因為一般來講 沒有辦法 我們就是先把他切一小塊 把他補起來了 然後就把他鬆臂裡報告 他束後是恢復得很順利 結果後來剝下來 那個切片切出來 他是未來